76歲的陳玉英 在板橋東丘裡環保站 做了10年的志工 看起來身子骨挺硬朗的她 其實身上有三種癌症 我現在很怕很怕 我長不去 我還想要做幾天 讓我這樣管管人家 心心念念要當志工陳玉英 最近因為乳癌在做放療 志工上門關懷 也順便提了居家安全的改善方案 因為那些屋子怕跌倒去 所以我把手把 還有這個指滑墊 就安全 這是廚師的指滑 這是大指滑片 對 都沒完耶 沒完 沒完 透明 讚 讚 一百二分 這麼十隻 十兄 這麼不容易就要半天來幫我做 對不對 做得這麼舒適 另一位志工84歲的雪玲煥 一個月前曾在晚上起身 無測時滑倒 志工擔心她又再出意外 因此也把這樣的官條事物送到家 像這樣瘋了 我們就跟我們心的到處 這樣我們就可以了 安全這樣 讚 讓法清長輩的居家生活安全 更多一層保障 志工財務旁貸 大愛新聞 真是美志工羅秀進 葉守仁 台北報導 謝謝大家